台中被誉為最宜居城市 地理位置至中 南來北往 加上人口快速成長 台中市成為台灣第二大城 房市也如同天氣春暖花開 從不景氣趴升到回暖 尤其是捷運周邊的更為明顯 以2017年跟2016年相比 溫信路中青路交叉路口 附近水南車站的G7站 交易量上升79% 價漲9.5% 而鄰近中山一大 與台鐵新大慶站相通的G13站 交易量增加42% 價漲8.6% 2017年平均交易量 比2016年增加12% 好不容易回暖的房市 面對一個個設宅的出現 交易量恐怕首當其衝 對租屋的人來講 他其實選擇就是要 租金便宜的考量之下 他可能會去選擇相對比較是 中古屋 然後價格更便宜 然後可能距離他的工作地段 更近的一個考量 房仲業者認為衝擊不大 但以實際想要買房的小資女來說 劉小姐是今年準備進場的手購族 想要買入700萬規格的兩房 已經存好頭期款 但房子看了又看 想著接下來每個月的貸款 仍是沉重壓力 劉小姐仍是想以租代買 無奈沒抽中社會住宅 而社宅的落成原本擔心衝擊租屋市場 但影響似乎也不大 中原的話會要考慮一下 因為那邊真的就是比較遠一點 離市區比較遠 那因為孩子的那個叫 舊學都在這附近嘛 那我們也比較習慣要買什麼 就很方便 價錢不是差太多的話 我們就是會比較選擇 像在市區的中古屋 那坪數也蠻大的 雖然社宅租金非常吸引人 但目前只有風雲落成 暫時不影響租屋市場 但的確讓不少手購族 轉租代買 未來在一個個社宅陸續落成下 恐怕影響才會逐漸產生 東森七尾陳佳麟 高志宏在台中的採訪報道